阿扁在民視開講這件事 坦白說 我覺得對國民黨的選將來說 說不定還滿開心的 因為其實阿扁在 大家的面前越囂張 除非 實話不能講出來 不能講出來 阿扁在媒體面前越囂張 其實給台灣民眾的感覺越差 現在連菜市場的媽媽都說 怎麼會趕快關他們回去 連我媽媽都說 看得很討厭 還不會關他們回去 他們以前是投阿扁的 但現在的感覺 因為為什麼你太囂張了 你保外就贏 貪腐什麼 經過十幾年 可能有一些人淡忘了 可是你現在這麼囂張 這麼囂張 在一個受刑犯人 在這邊指天指地的談論政治 這是對台灣的 不管是道德觀 價值觀 都是沒有辦法忍受 大家還記不記得四年前 政經全台 就是有六個受刑人綁架 典獄長的是高雄典獄長 他們的聲明裡面就提到說 為什麼阿扁這樣的罪犯 他可以保外就義 我們就要在建議裡面 對 大家知不知道我們現在台灣的 受刑人大概有五萬六千人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保外就醫 這些人都是非常重病的 譬如說中風癱瘓 然後全身器官衰減 所以保外就醫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 五百多人 保外就醫以後的死亡率 一年 每一年都高達四分之一 可是陳水扁 保外就醫不斷的展炎 然後他就不斷的越來越囂張 越來越健康 大家知不知道他已經是第18次展炎了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每一次 都有經過醫療小組的評估 所以我真的呼籲我們的立法院 我也不要說就是把它關回去 我也不要這樣說 但我們立法院應該做一個決議 重新組一個醫療團隊再做鑑定 哪怕這個醫療團隊 放入當時說他有 大腦前夜萎縮的柯文哲 我都認了 把柯文哲擺進去 好嘛 你是台北市長 你也是輕扁的 你也要藍軍的票 你要選舉 你要老實說 把柯文哲也擺進去 也可以 同心再去鑑定你阿扁 你的大腦前夜不但沒有萎縮 現在過度發達 長回來了 盡量不要講陳水扁 我覺得髒髒的 我覺得好像講到他回去要做改 還是說用那個 糊子水洗洗的那種感覺 大家今天有講過 大家回去要不要去請一張糊 你們大腦會發育特別好 會發育特別好嗎 是這樣子嗎 可以罵人罵20分鐘 不會停 20分鐘還真的不太容易罵 台灣的醫學奇蹟 保外就醫 大腦會發達 真的 台灣政治最奇 所以大家現在是想 算是一個復健的一環 是 保外就醫完了就好了 真的是台灣政治最奇蹟了 我真的覺得 我一個精神科醫師 他分析這個現象 他說他覺得看國民黨裡面政策 最可笑的是周錫維 要把阿扁關回去 為什麼 等於就是蔡英文同路人 幫蔡英文把最大的事情解決 因為如果陳水扁一關進去 民進黨就沒事了 全部的民進黨一盡鬆一口氣 豪華才回去 誰最希望他進去 其實不是國民黨的 民進黨 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他知道 只要阿扁一關進去 他不管立委也好選的 總統也好選的 包括在台南 包括在隔壁的各縣市 大概不會被虧了 你們阿扁 這句話就沒得講 因為關回去 但最不希望他被關回去的 反而是國民黨 因為很好提款 你只要隨便罵兩句 大家已經群情激奮 政黨票 我跟你講一定都往這邊靠攏 所以我拜託 真的周錫維不要再把阿扁關回去 為了國民黨好 把阿扁放在路上 讓他爬爬道 對今年的政黨票一定有幫助 但是我要講 NCC那個事情可以讓我講一下 我這次應該是全部台灣自然 媒體史上最黑暗的 兩頁其中一頁 一個就是我那時候在 我自己老公到東家服務的時候 那是我一個東升S台被關掉 大家還記得嗎 我跟你講中天這一次 怎麼兩次都被我遇到 一個是衰咖 而且兩次都是 民進黨決勝的時候 都是民進黨 我真想講這句話 重點是這個 有明顯 謝謝 我真想講這句話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民進黨弄我們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在的時候不弄我們 國民黨都尊重媒體自由 任由你罵 才會今天和你罵 國民黨不會幹這種事 這是我最痛 剛剛聽兩位前輩 罵這些事情 我們真的是打從心裡面 怒吼出來的 因為我們在學校裡面 念的書講的 全部都是不應該這麼做 不管從陳水扁時代 你用的謝長廷跟姚文治 你關了我的東升S台 不管是現在蔡英文 你用的蘇貞昌 然後你用的御用的翁伯中 然後來弄中天 罰了100萬元 這是我兩次遇到 我自己在這個工作上 哪怕你是念法律的 念農 念功的 你們一定有你們驕傲的地方 這是我們媒體人 驕傲的地方 我們可以自主 我們可以自律 但是你摧毀了 這是我最沒辦法接受的 大家都有希望出人出來 譬如說有人希望 監察院希望出來 我真的希望一群人出來 我的大學老師們 你們真的要出來 我沒有在這件事件上 看到幾個 所有的傳媒學者 出來幫我們講任何一句話 而你們以前在教室上面 跟我講的義憤填膺 跟我講的無緬亡理論 跟我講的新聞倫理 新聞道德 我現在一點一滴的 還回去給你們 你們有種還有點良心 就出來為我們你可憐的 你教出來的子弟兵們 講一句話 那一次東森S台 你們沒有人出來 讓我們整個東森S台 背上了所有的十字架 現在中天是第二次了 我不曉得你們這些傳媒學者 還有沒有給你們自己 第二次機會 輸贖罪吧